大家好,解冻虾时咱们一定不能用水泡 我从海边人那里学来了一招,三分钟就可以解冻好 煮好的大虾肉质和新鲜的一样Q弹爽滑,特别好吃,一点都不发柴 下面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八块钱一斤的睡觉虾 我们这边离海边太远了,所以只能买到睡觉虾 新鲜的大虾很少有人卖,而且价格高的离谱 这种大虾一般冻得都邦邦硬 很多人把这种虾买回来,解冻都是用水来泡 还有人用开水来泡,其实这两种方法都是错误的 前两天,我有一位住在海边的同事来我这边玩 教我了一招解冻大虾的方法 我这才知道原来解冻大虾还是有技巧的 几分钟就可以解冻 首先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没过大虾 再用筷子轻轻地给它转动一下 这样大虾表面的一层冰霜就会快速地溶解掉 不需要泡的时间太长,大概十秒钟左右就可以 拿起一个大虾看一下 虾尾巴和虾脚已经可以自由活动了 其他部位还是比较硬的 所以水是解不了洞的 然后把水倒出来 接着往里面加入三勺白色的食盐 盐可以多加一点,这样解冻的速度会更快 然后拿出一双黑色的筷子不停地给它翻动 大概需要翻动一分钟左右 这样大虾在不停地运动就会产生热量 搅拌到食盐完全融化之后 拿起大虾看一下 身体基本上可以完全自由活动了 但是还有点稍微僵硬 需要进行第三步处理 往里面加入一勺白醋 用勺子继续来回不停地翻动 大家都知道白醋是我们厨房中常用的一道调味品 它有去腥的效果 还可以软化肉质 翻动30秒左右可以看一下 大虾这个时候已经完全解冻了 和新鲜的一样 接着我们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给它清洗一下 洗掉大虾表面的脏东西 洗到水变清澈就可以了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大虾超级好吃的做法 99%的人都没有吃过 用剪刀剪掉大虾的虾脚 虾腔以及虾头 用牙签把虾尾巴最后一节虾线挑断 然后再从大虾的第二个关节处抽出虾线 最后用剪刀剪开虾背 把处理好的大虾放入清水中清洗一下 洗掉虾肉里面残留的脏东西 洗净以后控水捞出装入盘中备孕 锅中油热以后放入处理好的大虾 开大火煸炒 炒出大虾里面的虾油 一边炒一边按压 大虾熟得更快 翻炒到大虾完全变色 盛出备用 锅中留少许底油 放入葱姜蒜 红椒丁爆香 也可以换成小米辣 炒出香味之后 倒入大虾 从锅边淋入一勺生抽 加入一勺蚝油 一丢丢盐 不要放多了 再放一勺白糖 一勺胡椒粉去腥 大火翻炒5678下 翻炒至大虾入味 最后撒上葱花 翻炒出葱香味 就可以出锅中盘了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最后了 一个红星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家里还有三个女儿在上幼儿园 压力实在有点大 今天这条你就免费点一个小星星吧 非常感谢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爆炒大虾就制作完成了 看着就特别的诱人有食欲 真的是色香味俱全 好吃到舔手指 蒜香味浓郁 好吃又下饭 毫不夸张的说 这道菜我能吃一辈子 我家三个女儿 一分钟就把一盘大虾炫完了 如果你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在家试试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